在美国要求全球各大半导体企业向美国自愿提供商业数据的最后一天 韩国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终于妥协 与台积电相同 韩国半导体企业保留了客户的相关数据 仅向美国提供了所谓的绝密信息 可以说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掠夺战进行的非常顺利 不费一兵一卒就让各大企业纷纷投降 但讽刺的是 拜登上台后曾用美国回来了的口号 让盟友们对其重燃信心 如今美国却先对盟友开刀 为了自身的利益 对所谓的盟友们趁火打劫 这根本不是美国回来了 这是典型的强盗回来了 近几年美国芯片产业逐渐走向空心化 本土制造的芯片不仅在数量上远远无法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 甚至连造价也比本土之外地区生产的高出数倍 与此同时 美国在芯片科技上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正在日渐凸显 从芯片制造的技术层面上来看 今年三星已经完成了3纳米芯片试产 台积电也突破了2纳米技术 而美企还停留在7纳米乃至10纳米的制造工艺上 如此大的差距让美国十分紧张 面对着难以追赶的差距 即使是在科技领域自诩世界领先的美国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和台积电 三星等行业巨头追平 所以美国只能用其善用手法通过抢劫 威胁制裁的三部战略 缩小美国在芯片上与其他国家间的差距 今年4月 拜登总统就曾在白宫摆下鸿门宴 用邀请当噱头 将台积电 三星等半导体供应商 请到美国投资电厂 紧接着 美国商务部就在9月下旬再度出击 以提高芯片透明度 稳定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为由 要求包括台积电和三星在内的全球各大半导体供应商 在45天之内交出一份 涉及库存量 客户信息 以及制程节点在内的商业机密数据 要知道 一旦美国掌握了这些数据 美国就等于攥住了半导体企业的技术核心 以及商业命脉 所以美国此举根本就和强盗无异 实际上 美国身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起国 其在科技领域享受的红利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这也造就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霸权 拥有科技霸权的美国 突然发现他们不再是行业翘楚 自然会不择手段对相关企业进行打压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眼下正值中美博弈背景 华盛顿迫切需要掌握更多的筹码 半导体供应链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切入口 台积电 三星等半导体制造商 和中国大陆有着广泛的贸易合作 而美国要求上交的那份数据中 就有客户信息这一条 要说美国此举不是冲着中国来的 显然不太可能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美国妄想在科技领域向我国发难 此前美国在芯片领域对华为进行卡脖子 结果华为照样突破重围 实现技术领域的革新 这也说明了 美国妄图通过科技封锁 来遏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图谋 只是在白日做梦 如果美国继续执迷不悟 将美国霸权主义照搬在科技领域 相信这么做 不仅不会让美国实现科技飞跃 反而会加剧美国的供应链危机 处心积虑遏制我国 最终反而害了自己